中央电视台军事纪实 2006年全新开播 周一到周五 每晚8点03分首播 人物事件为您真诚奉献 中央电视台军事纪实 敬请收看 在海拔五千里的高原上 走上青藏铁路建设工地的女工程师 有着什么样的特殊体验 上游老下游小的心情牵挂 又让她在高原上经受了什么样的心理煎熬 知识计时本期播出 为了天路的十五分钟 夏季 2003年3月 武警水电部队十一支队的官兵 进驻海拔四千七百五十米的西藏安都 进行青藏铁路十九标段施工前的最后准备 女工程师李金鱼 随对出征 林绍莹放的有没有错误 要随时给她监督一下 看看放的有没有错误 西藏我去过很多次 所以身体去的时候很不适应 但是一星期之后都好了 所以我想到这边去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李金鱼 李金鱼 1995年入伍 毕业于西安地质学院工程测量专业 在这次青藏铁路十九标段的施工任务中 带任测量队队长 还没有 可能在前面还有五十多米的地方 往前面山坡坡下面 走到路上我就头非常的疼 就非常的难受 但是想说可能是在路途上可能不舒服 我们到地方就好了 青藏铁路是当今世界上海拔最高 经过多年动土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新建县格尔木道拉萨段 于2001年6月29日正式开工 全长1142公里 平均海拔4500米以下 武警水电部队11支队 承建新建县中的十九标段 全长25.8公里 平均海拔高度4900米 是整个新建县中高原反应最严重的标段之一 因此进入十九标段前 部队要求所有人员先在安多适应高原反应 从一标到二标的时候 我觉得我走着就发现就觉得很不舒服的感觉 然后从二标走到三标的时候 我就没法控制了 然而到达安多之后 李鲸鱼怎么也没想到 他的高原反应没有丝毫的解析 脚步沉重的李鲸鱼渐渐感觉到头疼 头晕各种症状一起向他袭来 我感觉到就不对劲了 我就是就觉得很难受很难受的感觉 然后就有一个人就看到我就扶我的时候 我就一把就抓住了他 就相当于很相当于一个溺水的人 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的那种感觉 由于强烈的高原反应 李鲸鱼觉得直冒虚寒浑浑身发了 紧接着连眼睛也无法睁开 就这么蒙着去走了 就像一个盲人被一个人牵住的时候走的 整个脑袋是蒙的 听不到 就这种走 没有一点思维的 就知道就这么往前走跟你走 看到李鲸鱼再也无力支撑 身旁的几名战友赶紧把他搀扶到房间里 底下都倒到那个地方 倒到那个地方是弯作腰 弓作腰就是倒在那个地方 连有力气 伸开的力气都没有 就这么倒在那个地方 大概倒到有20分钟 我才开始把腿伸开 告诉他们我很难受 李鲸鱼突然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 这让大家感到十分担忧 他们赶紧叫来医生 希望通过治疗能够使李鲸鱼的高原反应 有所减轻 他们就给我打了一针 觉得打的针我不知道是什么 他说打了应该会好的 可能是也是打了针之后 可能自己的感觉吧 觉得可能是好一些 刚到安多 高原反应就如此强烈 而在一个多星期后 他们就将前往平均海拔4900米的 青藏铁路19标段 这时李鲸鱼感到十分为难 在来之前绝对没想到的 近西藏这么多年 也从来就没有想到的 这个这么强烈的反应 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感觉到 我能工作吗 我能坚持下去吗 我就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经过一个星期的事 李鲸鱼的高原反应症状有所减轻 然而就在部队即将启程 向19标段进发时 一个紧急电话 让他又一次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电话中传来的消息 让李鲸鱼的心顿时轻轻起来 远在四川成都市的四岁儿子 突然生病 住进了省医院 说我的孩子在省医院住 成都市省医院在住院 我当时非常紧张 因为这孩子平常是有病 有病的时候他就是个感冒 一般在经济区医院 在部队医院 看一下吃了药就好了 这次就在那个 我就觉得很紧张 由于李鲸鱼的孩子发烧 咳嗽 他的患病体征和当时正在流行的 传染疾病非电极为相似 因此必须转到省医院 进行观察治理 面对儿子的病情 李鲸鱼的心中 如同压了一块重石 他爸爸是在广州我们那边 广州电站回来的 从那边回来到这儿 我们一家人都给他接触 这些人一问这个症状 从广州回来的人 给他来接触 然后整个症状又是非电症状 所以非常紧张 马上送到了我们省医院 就在李鲸鱼交集等待儿子 病情的消息时 又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医院经过仔细诊断 孩子得的是儿童常见的普通肺炎 不过这个病也需要住院治疗 此时李鲸鱼的担心 大家都能理解 作为母亲 她对孩子的牵挂是那么强烈 但作为军人 在执行青藏铁路十九标段建设任务中 又必须把母爱深深的埋藏在心底 刚才可能是那个亲师傅说的 她小孩你可能想你小孩是吧 我会想 她的女儿能够比较大 对 我的小孩 我不会写信 她想妈妈的时候 我又不能给她打电话 这边如果我一回到成都来 那边工作就要天气 我在那边工作 我心里确实也是担心着孩子 应小军来那个嘛 记录 应小军让他们让李虾记录也推 你们到这边来 往这边走 我给你们对话 到这边去去那个放线嘛 然后坐车 起立华 有车送过去 在青藏铁路十九标段工程中 李静渝的工作 是带领测量队制定铁路路基走向 以确保十九标段铁路 与其他标段的铁路准确对接 如果这一道工序出现了问题 不仅导致攻击延误 甚至对青藏铁路通车造成影响 面对艰巨的任务 李静渝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十九标段工地 我一到山上就是一个月 就没有再下来 我就不知道孩子到底现在怎么样了 有没有出院的 虽然不是非典 但是既然能够出院了 他得到这个肺炎 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很严重的病 这是不是好了就不知道 由于当时十九标段还处于起步建设阶段 因此施工现场的通讯很不方便 一个月后 从工地上下来准备出差的李静渝 才第一次给家里打去了电话 打电话已经出院了 我就问他怎么样 想不想我 问到一些情况 然后是他小一接的电话 又告诉我 说是孩子还是有点想我 经常拿着照片看 照片都给翻满了 从妹妹口中得知 孩子已经痊愈出院的消息 李静渝长达一个月的紧张心情 终于放松了下来 但他的内心 还是增添了一份对孩子的歉疚 实际上他那种心情 我觉得可以理解的 他认为妈妈是应该是 跟自己是最亲近的 最亲近的一个人 他觉得实际他觉得 他小一应该是个称子的妈妈 应该我就不是个称子的 他现在就是在说 就在说 有时就在问我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为什么你动不动 就把我一个人甩到家里面 不久出差回来的李静渝 立即返回了 十九标段的施工行程 直到半年后的短暂假期中 他才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儿子 在海拔五千米的高原上 走上青藏铁路建设工地的女工程师 有着什么样的特殊体验 上有老 下有小的亲情牵挂 又让他在高原上经受了什么样的心灵煎熬 军事计时正在播出 为了天路的十五分钟 2004年3月的一天 正在十九标段工地紧张工作的李静渝 突然感到有些坐立不安 一种不祥的预感 笼罩在他的心中 头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梦 梦想就觉得 父母很不好那种感觉 过去每次李静渝打电话回家 父母总说身体很好 不要牵挂 而当初 也正是父亲的鼓励 才让他满怀热情地 加入了武警水电部队 选择了这个部队之后 我就是回家给我爸商量了一下 我爸当时就跟我说 他说好男人是在四方 如果工作了就不要老想到回家里来 心里老钱挂到家里的话 也不是个 应该说不是一个有志气的孩子 李静渝始终牢记着父亲的这句话 在十几年军旅生涯中 他只回过两次家 我们一干工程就是要连续的 连续工作几年的 到了部队来之后 就是九七年回击过一趟 01年回击过一趟 这期间咱没有回击过 然而这一天的奇怪感觉 让李静渝一直觉得心神不宁 这种感觉是他在过去十几年中 从未有过的 在犹豫的一个下午之后 我还是决定了 要买票回家 我就说他没有病 我回家 头一天回家 我的人就走就行了 我就看他一眼 也不跟他在家待 这一次 李静渝给家里打电话 并没有人阻拦他回家探望 家里人超乎寻常的反应 让李静渝不祥的预感 越来越强烈 在向上级领导说明情况后 他请了一个短假 返回了家乡 我这回就买到了到郑州到票 到郑州到票了之后 我就给家里说 我要回去家里有人接我 接着就回家 我在见了面我就问 我的父母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他就说很好 挺好的 亲戚话语中透露出的敷衍语气 让李静渝感到有些不对劲 难道自己的父母真的是得了重点 此时他的心情更加忧虑 走到我们县城的时候 我又问 我说现在他们怎么样 吃饭怎么样 身体怎么样 我又问了这个话题的时候 他就突然间就告诉我 你快到家了 我告诉你实话吧 已经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了 一直就已经去不了床了 自己就不能 一切东西都需要照顾 他自己动不了了 我听见这个话 我非常震惊 我说不可能吧 你是不是在给我开玩笑 亲戚的话 又如晴天霹雳 虽然李静渝的心里 一直有不好的猜测 但父亲已经病得如此严重 却是他没有想到的 看着父亲被病毒折磨的面容 李静渝决定第二天 就带他到医院看病 赶回家之后 我已经看到父母亲已经瘦了 已经躺到床上不能动了 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因为知道李静渝在青藏铁路施工 为了不拖他的后腿 父亲得病以后 母亲隐瞒了父亲病重的消息 他每一个检查每一项的病 他就会让我陪到身边去 他觉得我在他身边 他就比较踏实 经过医生会诊 李静渝父亲的病 是肺水肿 内脏器官已经逐步衰竭 医生决定让他们尽快转院治疗 因为在我心目中 一直想到父亲是非常健康的一个人 身体非常好的一个人 不会有病 虽然你得到了这个大病 原来说就有可能治不好 要必须转院 医生强烈要求他转院 我心里就非常着急 就在李静渝准备陪父亲转院治疗的时候 从青藏铁路19标段的工地上 突然打来一个催脱归队的电话 如果我走的话 他的病就没见其事 我回来的心情 他心情就非常的好 如果我走了 突然间不行了 但是不走吧 这边一直催 此时李静渝面临痛苦的选择 一边是急需完成的施工任务 一边是年迈病危的父亲 作为军人的职责 他应该归队 作为女儿难以割舍的金行 需要他守候在父亲的身边 他就最后就告诉我 我没得死的 你走吧 你走了 有你姐姐在身边照顾我的 你放进来走吧 我可以利料你 工地上不能利料你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 我心里非常的难受 在父亲的反复劝说下 李静渝带着无限的牵挂 含着眼泪离开了病房 而这一刻 也成了他们妇女之间的 生死绝病 2004年4月 就在李静渝赶回 十九标段工地的第十八天 他听到了不幸的消息 从外边出差 从外边出差回来了一个人 就告诉我 就说好像通过很多的渠道 大家都在找我 我家里有电报给我 我首先问到的第一就是 是不是我父亲去世了 他们犹豫了一下 说可能是吧 我当时这个消息 得到确认之后 我一句话都没有说 就站在那里了 听到了父亲 第一次的噩耗 李静渝的泪水 独眶而出 在青藏铁路 十九标段 海拔四千九百岁的工地上 他深情的凝望着 远方的家先 黄昏我站在高高的山岗 黄昏我站在高高的山岗 帮我站在高高的山岗 一条条巨龙 翻山越岭 为雪与高原送来安康 当时一条神奇的天鹿 40百岁上越岁 台湖沂沛 外山到ieder 还夜被 台湖沉河 ile山剑 里面就越来安 postal ement会算外攒 是条大加的undo 来蒙武惠 向独立高山有一 都 向独立高山重地 死亡 宽 这是一条神奇的天罗园 在我们的情人前介绍 情歌就所有唱会更加香甜 幸福的歌声成别自豪 幸福的歌声成别自豪 凌距离触摸军人特有的心路立场 全方位展现军营独具的形象风采 中央电视台军事计时 这是堪称自越战结束 美军在太平洋上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 这个名叫关岛的地方在半个多世纪以后 又一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这里究竟会发生什么 这一切又将意味着什么 中国记者亲历演习现场 为您解读大演习用的诸多谜团 军事计时下期播出 直击美军关岛大演习 周一到周五 每晚8点03分首播 人物事件为您真诚奉献 欢迎关注中央电视台军事计时 出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央电视台军事节目 中央电视台军事节目 扛骚扰 你打一下我的电话 你在通话 你不是没通话吗 再播一次 这次说已经关机了 再试试 此号码根本不存在 挺回事啊 喂 赵兰 一会儿我给你打电话啊 为什么我的电话打不进去 别人的电话直接能打进去呢 这就是商务中手机特有的功能 不想接听的号码 写贸回避 想接听的一个不漏 而且我可以分十段接听 比如说早晨9点钟到晚上6点钟 你的电话可以打进来 其他时间你找都找不着我 这就叫做自由自在 想听才听 我这位置上 陈天静姐先拿关系 走后门的电话 太太送了我一台商务通 不用关机照样礼貌回避 还不得罪 多好啊 身为老板领导 太多电话不想接 不能接 不方便接 外部商务通隐形手机 想隐形就隐形 想听才听 商务通安全第二招 资讯保密不泄密 发个短信给我 好了 我发了 怎么还没有收到啊 我已经收到了 不可能又没有铃声 而且也没有显示 因为它隐形了 隐形 在这儿我把它藏在VIP 重要人物的短信通话记录 全部已 正常短信 各说短信 无声无声 别人听不到 看不到 查不到 只有自己才知道 要是我知道你的VIP密码呢 知道密码没有用 我最多可以设99个VIP 就好像99部小手机 我的资料存的是无影无踪 查看我的电话 没门啊 委托人的重要信息 全部隐藏在VIP 工作秘密 滴水不漏 谁再翻我的手机 我都不怕 这商业秘密啊 安全是精啊 外部商务通隐形手机 资讯隐形 无影无踪 别人找不到 只有你知道 商务通安全第三招 防盗追踪 不怕丢 你说如果我的手机丢了会怎么样 那一定被捡到的那个人 换上他的卡 变成他的手机了 我把我的手机给你换上你的卡 咱们试试 好了 开机了 怎么自动关机了 你这部电话是不是坏了 不是 是我用远程控制关掉它的 我可以给我原来的手机啊 发个短信 让这部手机所有的记录名片 全部归传 让资料不流失 另外我还可以 控制它的转移呼叫 关机 锁死 销毁记录 我甚至可以知道它的手机号码 所以说 这部手机是不会丢失的手机 有了商务通 不怕丢 就是放在家里 发个短信 所有信息来电 全部可以转接出来 就是不回家去拿 照样联系客户做生意 手机安全时间 商务通隐情手机 读去号码隐情 次序隐秘 防盗追踪 三大高科技安全方案 提供信息保护 这么强大的功能 这么简单的操作 一用就会 商务通隐情手机 细出名门 由中国高科技企业 曾基伟业 历史四年 耗资三页 打造出中国信息安全手机 逐致号码隐情 资讯投币 防盗追踪 特别适合明星 老板 领导 律师 记者 精明使用 现在由相国国际 独家电视销售 执售人民币3980元 手机信息安全 千金万金能买 送给自己 送给朋友 为隐私手口毒品 为前途保价护盒 不要错过这个珍贵的机会 拨打电话 赶快换一个我商务通 隐形手机吧 24小时免费订购电话 800810-0222 手机用户情报单 010-8811-5588 相国国际为您提供 获到付款服务 也可接受信用卡付款 5号公平 4号公平 5号公平 5号公平 6号公平 总盂 谢谢您 都 pasar